解放军除了这个不同军种之间的联合作战之外 它可能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现在不只对解放军 对中国整体的经济 也发生了非常重大 中国最近到处传出心肌梗塞 这个心肌梗塞不是人的心肌梗塞 是他们的叫做 中国叫芯片我们叫金片 那这个研会是来自新竹 所以你对半导体产业相对比较了解 中国现在他们的金片产业真的很惨 就原本他不是说要超英赶美要超过台湾 现在搞到自己都快挂完了 对黄哥 其实这个美国 它不只天天都在研究中国解放军 它天天也在研究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号称宣称要发展 那结果到底发展的什么样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看 这个媒体的这个头条 用心肌梗塞来形容 那为什么呢 事实上是因为这几年 中国展开一个大恋心的行动 所谓的大恋心 就是他们要全方位的来去发展 这个半导体产业 那可以看到过去的数字 过去两年的数字 其实相当的惊人 光是2020年就有 23,100家的半导体企业成立 那在去年2021年呢 更多了有47,400家的半导体 相关公司注册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间公司注册 到底有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最近的记录看起来 数字看起来是非常的不美丽 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 现在是9月嘛 所以在8月是最新的数字 IC产量的年增率呢 在中国的部分暴跌了24.7% 然后呢前八个月 中国有高达3470家的半导体厂商 倒闭 这是创下记录 不管是跌幅创也创下记录 还有倒闭的加速也创下记录 所以呢 媒体的报道就是 中国3000家半导体倒闭 IC产量闪崩啊 闪崩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大恋心行动 最后呢心肌梗塞了 现在呢发展不如预期 那到底为什么会是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那大家分析说 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下禁令 而且这个禁令是不断不断的在管制的 再加上中国的清零政策 所以它内外都受到打击 那我们来看看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的输出啊 它是从点到面 而且它是逐步不断不断的紧缩 不断不断的管制 从2019年开始到2020年到2021年到现在 我们也看到除了过去两年针对华为 因为华为在5G跟这个技术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创新产品的用途上面 变成美国锁定的主要对象 所以呢 它把这个10奈米级以下的技术呢 一开始是禁止输给这个中国的中芯国际 那最新呢 到上周哦 其实美国的柯林跟柯磊两大半导体公司 都已经收到信件了 这个14奈米以下的设备呢 都禁止出口到中国 都要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才能够输出 所以呢 中国现在它其实是内外交迫 它除了过去 它可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金 在这个半导体研发 还有这个资本密集的市场上 它还其实还透过一些手法 比如说它到台湾来 它找了很多这个商业间谍 或者是 偷技术 对 偷技术 还有企图用这个假外资的方式 要来成立这个第三方的公司 要来窃取台湾的技术之外呢 它其实也想尽办法要去跟国外结盟 比如说华为曾经也想要跟欧洲的公司合作 或者是说在全世界尽量的找管道 但是这些管道跟通路都一个一个的 被这个其他的国家所洞悉 那在美国的部分 美国是一路在锁死 在逐步进逼的状况之下 一开始是华为受到很大的影响嘛 所以现在呢 已经看到最新的数字是 全中国的IC产量已经暴跌了 而且半导体公司倒闭的加速也创新多 那这样子的结论呢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媒体在前几天 他自己就发了一篇文章说 中国的晶片已经被锁喉 不值得美国再出权 这是在求饶吗 这篇报道其实很好笑 这篇报道很好笑 他好像一开始是要挑拨离间 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已经被锁喉了 那中国的出权真正的目标 不是针对中国 美国出权的目标是针对日本 针对台湾 或针对其他的这个韩国的记忆体 台湾的高端制造 或者针对日本的材料公司 可是他在说这句挑拨离间的同时啊 因为他说出权嘛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的晶片的产业的 半导体产业还没有发育到足够的升高 意思就是说还是小矮人啦 所以美国一出权的时候 不会打到 从他的上空挥过而已 那其实一方面就是在求自己啊 表示也是等于是直接承认了 中国的晶片业想超车美国是个假议题 连中媒自己都承认了 他们的这个晶片业的发展 其实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非常低迷的状况 而且发展都很不如预期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根据中媒自己的分析啊 因为被西方全面锁喉之后 又加上晶片法的管制啊 所以呢这个中国的水准 原先本来就比全球的水准 至少落后了两代 那再后来又加上了 无法取得ESMO的EUV技术呢 所以呢 这个最新的中国晶片制造水准 已经差了全世界差了四代 那三年之后呢 可能会落后五代 那我们说落后五代 根本就不用讲啦 落后五代了 哪有什么晶片产业可言 那已经等于算是不用完了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的晶片产业 现在是面临一个寒冬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状况 所以它现在是大规模的 要来我们台湾偷技术 对对对 它偷技术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最新的报道 也看到红色供应链 潜入台湾的手法又在进化了 那调查局呢 最近查过超过了40家的中企 他发现其实是假外资 而且这些外资呢 其实是变成真正的外资 意思就是说 它在程序上其实都是合法的 它可以逃过 我们的这个投资审议委员会的审查 因为它已经到第三国去注册 登记成立公司之后 再把中方的资金 这个当作这个第三国成立的 这个第三地成立的公司的股东 然后第三地公司的名义 再转投资到台湾来 所以对台湾政府而言 我们如果只有审查的话 它就是个外资 但它实际上是已经转手 再转手的中资 那我们看了 就看到中国政府 无所不用其极 用这么样艰难 而且还要过层层关卡 很复杂 而且耗时间的方式 它也要到台湾来成立公司 那过去这个调查局 最近刚好抓到了几个例子 在台北地检署有一个中国上海细锐科技 来台湾成立一个香港分公司 利用成立香港分公司的名义 其实是私设办公室 而且非法的招揽研发人员 那第二个例子呢 是中国的上海维斯尔新公司 它在台湾呢 也成立了斯尔新科技 那还有呢 在中国速通半导体科技公司 在台湾设立的叫做威通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在台北 新北还有高雄的调查站都发现 也就是说这样的例子 调查局已经查获了 超过40加工中企 但是它是遍布全台湾的 而且它的手法 可以看得出有它的一致性 它就是要这个窃取 台湾的商业机密 然后呢 它是用中企违法投资的方式来台湾 那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发展这个半导体产业 已经到了相当的一个瓶颈 所以它来台湾偷人才 偷技术 无所不用其极 可是到目前为止发展 其实是堪率的 对 其实这一点 我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司法单位 美国在全力围堵中国半导体 其实呢 你说晶圆代工 或是最后的封装测试 中国要来台湾 偷技术比较难 设备它是一定偷不到 因为设备不是台湾生产的 但是最上游的IC设计 很小心 因为IC设计 基本上它没有什么大型设备 它靠的就脑袋 所以呢 现在是很多中国公司呢 特别我想言会一概清楚 它直接就设在竹北附近 然后呢 你IC设计上 你根本不用到中国去工作 你就到竹北去上班 你原本在新竹市上班 然后改成到竹北上班 然后我给你高额的待遇 还有一点 就是美国现在不是封锁 中国IC设计 必备软体EDA吗 那中国买不到 没关系 它叫台湾设计 然后我再跟你买 所以我觉得这个漏洞 一定要把它堵起来 就是台湾不能变成 美国围堵 中国半导体 这个大战略里面 一个很大的破口 这个部分真的 我知道会很困难 但是一定要把它堵起来 因为这也是 我补充一下 这个部分其实在地的厂商 像新竹的部分 在几年前就已经听说了 他们都在私下一直讲说 这个部分很危险 然后这个机密真的很重要 这是我们的实力 我们的国力的来源 绝对不能够简单的 就被中国给挖走 所以其实目前的这个调查局 还有这些政府的手法 他们是相当乐见的 希望能够更进一步 那茶器40家 我想真实的数量 一定远远超过 就像谎哥刚刚说的 有一些重要的关键 像人才的部分 像一些专利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 透过一个更严谨的方式 来保护 我觉得只有民间的公司 有意识还不够 现在调查局 或者是检方都已经介入了 看速度能不能更快 然后把所有的洞都堵起来 这样才能够达成 这一致的效果 没错 这个的确 尤其IC设计 因为我设计图 我就是email就寄过去了 你真的防不胜防 因为它没有什么设备的问题 它也不用走空运 也不用走海运 就email就寄过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 真的要很小心 不过我想 接下来我请教金益兄 就是说现在整个 经济的萎缩 中国经济今年很不好 你看刚刚言会讲 那个半导体倒掉这么多 我们今年台湾的半导体厂商 不管是联发科 台积电 日月光是 忙到已经快忙不过来了 产能都比 成长都比去年 都是二三十%以上 中国还倒掉 中国现在除了经济之外 其实它解放军 真的有那么多军费 可以打台湾吗 中共能够维系 这四十年来 这么多年来统治 中国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靠它的经济发展 对 那我们现在的中国 经济发展 遇到很大的瓶颈 根据纽约城市大学 曾志学教授分析 这么多的原因 中国经济持续的续降 成长率 从以前的十几%到现在都四五% 实际经济成长已低于美国 另外 外资及民营企业 相继叛离中国 包括我们现在台湾的厂商 也陆陆续回台 然后再来 房产的崩落 再加上土地财政的萎缩 加上它现在 清零把国内的产业 几乎弄得大概 民不聊生 那这些经济发展 让他们本来 习近平讲的这个中国梦 可能变成了一个白日梦 这个白日梦的发生 依照他们的经济发展 弱的原因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另外有一点就是 中共的贪污 腐弊 因为在没有 在人质的范围下 只要巴结好上面那个人 你就可以卡来出来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 很多贪污的部分 那另外 维持他们经济发展 另外有一个部分是人口 人口结构 其实实际上 他们号称常常说是14亿 人口 但是根据这个学者 最近的一个统计 就是说他们养的 14亿的人口 慢慢他们研究出来 因为报出来跟实际的 大概是12万8 即12亿 6千到12亿 8千万的人口 主要是他们以前的一胎化 加上他们慢慢的 大家并没有去生产增加 所以最主要就 那个人口才是凋敝 这两个原因造成中共想做的一些 习近平做的伟大的梦想 几乎是没办法实现 当然 没有经济 就没有办法有钱 去买这个武器 没有有钱 他们原来设定的 2027年 要来攻打台湾 这个就离我们越来越远 加上台湾不是很索的 我们慢慢的要跟国际的接轨 然后美国支援 包括很多法令友好的 友台的部分 我们慢慢的去增加我们的实力 那我们就有办法 慢慢的对抗中共 2027年 他们有实力打 也是一个虚妄一招 因为习近平 经济凋敝 就必须要靠 这个穷兵独武 攻打台湾 来安定他们国内的民心 的确 中国人口红利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 他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一方面 年轻人的负担会增加 另外一方面 他将来的劳动人口 会减少很多 这个他很快就会被印度追过去 因为印度现在人口 其实如果照刚刚进一兄讲 中国实际人口 只有12亿多的话 其实印度已经超过他了 但是印度的人口红利 是远胜于中国的 所以中国能够 再靠劳力密集 去繁荣他的经济 我看日子也不多